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我现在在我家呢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事啊 我家这个地区啊,从9月1号开始就正式供暖了 我家屋里这个暖气呢,现在已经注满水了 完了,现在已经热了 但是每年呢,这个水刚注完以后呢 还得干一个事儿,就是把这个暖气里的气给它放出去 要是不放气的话呢,这个屋里面它就是凉的 我家屋里面这个暖气吧,现在一摸呢 上面有点温,往底下都是凉的 就说明里面有很多气儿 我今天把气儿给它排一下子 我把楼上楼下所有的屋里面都看了一下子 这个暖气啊,现在就是有一个地方它有点漏水 就是有点渗水,但是不影响哈 看见这个秀了吗 注完水以后啊,它就从中间这个接储垫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两个暖气接在一起的嘛 好几十年了,从中间这个馅儿 中间这个垫就开始往下渗 那边有点渗 但是它这个问题不大 因为它在里面有水,时间长以后它就生锈了给锈死了 别的地方暂时还没发现什么 看我家这管道 这啥样都烂套了,看这管道 因为这屋里面,因为这个东西呢,我家这个地区呢,冷八个月 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五十度啊,要没有这些管子 哎呀,这屋里面这个,这个得冻死人呢 看看这管子有多粗啊 看我这手的吗,跟这管子一比 看这么粗的管道 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放气是怎么放啊 因为这个房子嘛,暗暖气的时候呢,就已经设计好了 这就是放气的 看见了吧 把那个阀门打开 完了,再把这个阀门打开 完了,这个气就全放出去了 这个阀门都是我安的 原来吧,就那一个阀门 因为我怕他不把握 因为这都好几十年了哈 万一他再漏的话呢 我整个双保险 我现在就把这个气给放了 一共放两个屋啊 这是第一个屋 完了,再看看第二个屋 第二个是我岳母的屋 我昨天,我把那个放水管都买回来了 啊 呀,李娘来了啊 没事,我把暖气放放水 那个,这个屋里吧,就从这个地方放 这个地方吧,这个弯头已经都接好了 这个呢,是我昨天买的管 把这个管往上一套就开始放了 我现在换换衣服啊 现在准备准备 先看看我家这里的温度 我家现在温度是25度 24,25度,白天 我已经给它绑完了 绑完了以后啊 我把这个管子已经甩到外面来了 这个外面呢,我找一个地板缝 让它水啊,就留到这个地板缝里 我现在呢,把这个镜头放在这块啊 我现在进屋放水 大家看看这水的颜色是啥啥 全是气 大家看见了吗 全是气,往外的出气呢 这个暖气里面要是有气的话 它就不热 我们镇上嘛,他们有很多人家 他们都不会放这个水 但是我会放 他们就以为整个阀门 拿个盆,接个四五盆水一到就完事了 你这个水 彻底把这个屋里面全放气的啊 你这最少就放个十分二十分的 它这个边放这个气边往里拱 看看,完了还能把这个绣啥的 全部给放出去 看这个水,这颜色 先先放这放吧 不行啊 这个地板暂时还不能刷 大家看看这水了吗 这水要是刷在地板里面 地板也是锈啊 我还得再等等 看这水 你看我这个放气放就做不做意 这边放它边往外 那个它出气 你看这个白的 一过去就全是气 大家看看啊 这个水现在已经清亮了 之前放的那个绣水是这个色的 我现在把院里这个地板刷出来 地板已经全刷完了 这屋的气已经放完了 我现在呢放我岳母这屋 我现在把这个阀门打开啊 大家看外面出的是先出气 还是先出大泥水 完了 刚才给干大了 刚才那个阀门一拧给拧大了以后 它那个管子它甩回来了 正常来讲嘛 像这种事呢 配合逼于脸 一个外面拔的管子 你看这家伙 甩的 这大门上就全是 我那个啥 我还得把这个 这个门给插出来 因为你这个不插出来以后吧 干了以后呢 这门上全是锈 这个水已经全部都放完了啊 里面的气还有绣啥的 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刚才那个管子 这是我昨天花了五十块钱买的 我现在开始干下一个活 大家看见前面了吗 前面邻居家也都在放水 我到我妈家了 开始把今天的黄花菜呢 那个给优走 这个黄花菜呀 这一袋十一斤 大家看这一斤有多少 这一斤这么多呀 这么大一袋黄米袋十一斤 这是个最大号的一个黄米袋 装了那一大半 这个黄花菜呢 都已经晒干了啊 大家看看这质量怎么样 看看这黄花菜 都是今年的新黄花菜 嗯我收这个黄花菜的时候 我一般那个都不要花 这个黄花菜是怎么吃呢 跟大家说一声哈 这个黄花菜呀 用温水泡一泡 完了然后呢 再用热水打一个水超 切点葱姜蒜 放点肉丝 一炒就吃就行了 是我妈 对 妈一般得泡多长时间 泡个十十分钟 我妈说一般泡个十十分钟 就可以了哈 嗯这个东西吧 它也是分温度的 完了大家那边要是天热的话 一般泡个七八分钟就行 因为我家乡这个地方 它天凉嘛哈 我现在开始悠黄花菜了 大家要是有想要这个黄花菜呢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连接哈 完了下方连接就是黄花菜 完了找不着连接的话呢 就点击视频的主页 在主页里 在主页里面找黄花菜下单就行了 下完单以后呢 我用最快的速度给大家给悠走哈 现在开始诱惑 我来球表来了 给保养好了啊 保养好了看多漂亮 哦就换了一个那个什么 你表蒙了哈 表蒙了 原来那滑的都不像样了哈 那个大瓜中有修好的吗 修好的 那也修好了 一个表 一个大瓜中 我拿走了啊 遗憾好了 全全处理好了 我又重新加的油 又重新加一遍 行 我走了 现在回家 把那个表给客户给悠走 手表我拿回来了 我现在给悠走 这个手表的袋吧 都是师傅换的八几年的库存袋 还有表蒙了 划痕的地方都都给换了 所以说这表处理的挺好 这做四十年前的表 现在悠走 八十年代大瓜中 这是最后两个了 在我们镇上再也受不着了 反正到目前为止啊 就是想卖的 他全卖了 剩下就是他不卖的了 今天是最后两个了 现在打包给悠走 两个大瓜中全包完了 这些呢 都是那个黄花菜 黄花菜那个大箱的 要的是五斤 行 现在送快计一下 大瓜中 还有这些黄花菜 都已经拿会计来了啊 晚上十二点嘛 给大家就发单子了 现在开始装袋子了啊 马上装车 全拉走了啊 今天所有的货 这个师傅已经把车开走了 大家注意查手吧啊 明天物流就更新了